认为酒量很好 喝酒过后还要自己坚持驾车的朋友 拜托拜托 请不要害人又害己 最近看到有几着连续酒后撞死人的新闻 看了真的很心痛又生气 这种行为真的很不负责任 你自己自私的行为 却把人家原本好好的家庭给弄散了 你知道喝酒开车有多危险吗 一 喝酒过后开车 注意力会大受影响 根据研究酒精进入人体后 注意力容易偏向一方 有察觉喝酒过后的人 往往走路是斜一边的吗 酒精对注意力的支配能力会大大降低 在驾车的过程中 注意力如果不能转移 就会影响对环境的观察 忽略了路上的行人 来往的车辆 signal traffic light等等 然后就会发生意外 二 喝酒会使视力暂时受损 造成你的事项不稳 分辨颜色的能力下降 导致很难正确去分辨交通的signal 路牌 路线和警告牌 喝酒后视野还会大大减小 眼睛可能只盯着前面的目标 在旁边的一些危险可能很难注意到 色彩感觉也会因为受酒精的影响而降低 比如红绿黄色灯不能正确分辨颜色 就变成容易冲红灯把无辜的车给撞上去 同时喝酒过后也很容易出现想要睡觉的感觉 三 触觉也会因为受到酒精的影响 而降低触觉所得到的信息 还会出现反应迟钝 比如你突然猛踩油门或踩不到brake signal也没有办法把握到很好 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加上酒精有麻醉作用 人的手脚触觉会比平时降低 往往没有办法控制好油门、brake和stairling 四 喝酒后判断、思考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人对光、声音、刺激的反应会变慢 驾车的人没有办法把握 汽车在驾着的速度或者和前面的距离 也不能正确处理车辆和路宽的关系 容易造成碰撞 五 酒醉的情感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有些人会忘记当前现实的情况和各种忧郁 手无主导的不停的狂笑 但也有一些会痛哭流涕 也有一些会向其他人发脾气 发泄情绪的 这说明他们已经不能正确的对待客观事物 如果还继续开车的话 一定会发生意外 在酒精的刺激下 人会兴奋 甚至有时会过高顾自己 盲目自信 自我感觉良好 不管旁边人给的劝告 总觉得我驾慢一些 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往往都会驾到变成 飞车、跑车、斗气车 实际上酒后驾车的人 动作已经迟钝和适长 当有突发状况时 措手不及而造成意外 在性格方面 也会因为酒罪而发生暂时的改变 比如 有的人平时很谨慎 严肃 规矩 认真的态度 也会变成 说话随便 行动鲁莽 这时候 如果在驾车 就很容易发生意外 在酒精的作用之下 一个原本很胆小的人 也会变得很大胆 所以 我们真的希望 各位驾车的朋友 为了自己和他人 以及家庭的着想 不要喝酒了 又开车 如果要喝酒 可以请 没有喝酒的朋友们 帮忙开车 或者叫Grab回家 等到第二天清醒了 再回去拿车 也不迟 身边 如果有朋友 喝酒了 也要互相照顾 不要让他 自己一个人 固执地开车回家 一定要分享 这视频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不要以为喝酒了 再驾车 没有什么问题 记得 一时的酒精刺激 加上 不负责任的行为 随时 可能毁了自己 和别人的家庭幸福 喝酒 不驾车 驾车 不喝酒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 我是Elizabeth 在我们的Facebook 里还有更多用车的小知识 希望可以帮到你 谢谢大家 下一集再见 Bye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